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省时惰势 调整国防及军事战略 秉持创新思维 持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 以打造坚强的国防武力 今天邀请到三位贵宾为大家做进一步阐述 第一位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翁明贤教授 第二位是国防大学战争学院教官陈永泉上校 以及军事评论家康仁俊先生 他们将以丰富的学养畅谈国军的职责与使命 以及军人如何成功成为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与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而这股永远守护的力量 就是国军对国人不变的承诺 中共辽民号航母兵队穿越台湾北峡 国防部表示国军全程监视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 请国人放心 第一次见到晓琳的男朋友 是啊 我们要结婚了 大家都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哦 当然咯 男朋友是军人吗 陆军战车连 恭喜啊 我们的斑花就交给你了 要一起来喝喜酒啊 当然 三军联合作战缺一不可啊 这次演习 大家一起努力 永远守护不变成诺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基本的国家利益 那我们可以分成四个国家利益 第一个是你的领土完整 第二个是你的主权独立 那第三个是你的经济发展 那第四个是你的国际参与 那么这四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 那么它的一个有形的保障力量 就是要靠国防 因为国防才能够维持你的领土完整 唯有国防才能够让你的主权 受到这个保障 那唯有坚实的国防 才能让你的经济发展 不管是对内对外 同时参与国际活动 那么才能够获得更坚实的一个保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四种 国家利益的威武底下 那么国防当然是我们国家 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力量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危险是哪些 那中国大陆自从在2015年12月开始 进行所谓的军事改革 我们俗称的军改 在它的军委管总 军种组建 战区主战的原则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得出 它在军事作为上面 现在积极的朝向于 联合作战的一个整体形态 所以在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成立之后 它也分梯次 让战区的这些军官 士官乃至于士兵 能够分梯次的来做训练 那所以因此在最近我们所看到的 从2016年12月之后的军舰 军机落台 就是无非它希望能够在一个 所望的海域跟空域 来建立有关于联合作战的 一个多维的空间的力量 那透过这样子力量的一个延伸 在尸体方面 可以恫吓我们国家的民众的心理 那进而去影响到政府执政的压力 那同步的也在它的训练过程当中 它可以整合在陌生海空域的 一个联合作战的能力 来发挥它多维空间运用 乃至于掌控的一个实质的提升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威胁对我们来讲与日俱增 当然国军在战备情况之下 我们都能够24小时的监控到整个海空域里面的安全 对于这样子的威胁 我们也坚决的向国人来保证 我们有捍卫领空跟领土领海的决心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 用这样子的态度来支持国军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军事战略 要这个防徽固守 也要崇征贺阻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需要更多高技术的 专业化的军人 那么更多的相关的 全民国防的这个事务的参与 那么还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如何能够建立我们自己可视的国防武力 建构我们的国防工业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做潜舰 要自治 我们的战机也要升级 也要自治 这些工作来看的话 你认为我们还有什么 可以持续精进的地方 是 部长跟总长在多次的会议当中 由指示国军 随心有关于崇征贺阻 这样的一个军事战略构想过程当中 其实国防武力自主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因为一旦能够国防自主 自然而然我们就在国防的事务上 可以不加手他人 如果能够结合我们国内的这个工业 乃至于产业 让我们在自主上面 能够得到一个管道 可以让我们民间的这些工业 结合国防的所需 自然而然在整个自主的上面 我们就会比较建立一个 完整的一个架构 那同步的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 一个军事战略的构想 能够让我们在国防政策上面 具有能够跟民众跟所谓的产业 跟所谓的商业来做结合 经济是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国防没有经济的基础 国防自然而然也没有办法有所突破 所以经济的发展非常的重要 但是国防如何能够整合经济上面的发展 再透过工业跟产业上面的合作 就我们所谓的军工合作的话 这样子的话更能够让我们的国防的事物 能够有一个坚入磐石的基础 那这样某种程度也可以国防工业 跟民生工业去做结合 那这方面当然也要让我们全民了解到 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这边你不知道人均有什么样的提供 因为我曾经有幸在联系总部 后来是联合后勤司令部 它不断地调整 我们早期有一些所谓军工厂的部分 然后后来转为跟民营互相做结合 那我其实觉得最大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国防工业 它能够很有效带动民间工业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军规的东西 它的要求跟它的标准 其实跟民用产品不同 或许我看起来 外表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可是因为我必须符合军事上的要求 所以我可能在它任何的材质 跟它的整个技术的部分 我们会要求它的承受度 跟它整体的状况 更为耐用 我记得早期在联勤的时候 曾经研发过一款这个飞驼鞋 那那个鞋子它其实是 因为以前我们这个鞋子什么 都是由联勤他们在做的 后来他们有一个 我如果没记错 当时负责研发的工程师 他也是个军人 他负责学什么 他学材料的 材料可以学 结果他一直很努力地去研发这个鞋底 后来发现到 你知道我们很多鞋子 都是那种鞋面 都鞋面还OK 鞋底都坏光了 结果他研发出来的是 那个鞋底真的超强的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 到最后大家发现到说 其实军规的东西 它一做出来之后 它的其实它的成果 其实比民间所研发的更好 那如果它到军民的东西 它一起采用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发现到 不只是军方用的东西 它的产品很好 民间的东西 双方一结合了之后 在可以释放的范围 或可以合作的范围之下 它也提升了民间的产业 对啊 人情所讲的其实 目前是有很多的 我们的民间的产业竞技能力 它是可以有到达军规的阶段 那么事实上它也被美国所认定 没错 譬如说我们在 英哥巴德有一家 卫育公司 它生产了陶瓷 陶瓷 那美国需要陶瓷装甲 没错 那么它可以有这样的能量 事实上还不止这些 譬如说我们的台积电 也可以帮美国来协助来生产 所谓的军规的晶片 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这个 永俊也了解到说 我们有中科院 我们有军备局 事实上他们也在专门有很多的 这个能力 自己制造武器 虽然面临很多挑战 但我们还是做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应付在辨时或暂时所产生的复杂的环境下的一个抗压状况 所以广大的国军官兵弟兄们 如果能够在平常我们就秉持着情绪经验的心态 做好我们战训本物的本分 相信我们的存在是能够确保社会跟国家安全坚实的一股力量 我们常常听过一句话 平时都流汗 暂时就朝流血 所以国军如何成为一个坚实的敬礼 很重要的是一个实战化的训练 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新闻是讲到上一次跳伞的那个士兵 请凉风士兵 他现在在努力复健的过程 你知道我们看到那个是感动的 因为你看到一个自愿意的这样一个事 他即使发生了这件事情 他很努力的要愿意说他要再站起来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训练发生任何的一个状况 是你无法避免的 可是对不起国军他必须要训练 如果国军不训练的话 你怎么去告诉大家讲说 我们有能力保卫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可是它可以结合 当我们看到一个他为了国家付出这样 而国家愿意照顾他 国家一告诉大家讲说 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防护这时候国军是你们的后盾 我觉得那个感动是我自己看了之后 我会有想法跟感觉 当这些人他愿意签下那一张说 我要入营服役的时候 我相信他的心是给国家的 而且这样子不是他的心给国家 是他的家人心都给了国家 其实大家今天支持国军 你们的选择没有错 因为没有国军就没有大家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 对于整个国防的推动 或者对于大家民心的整个人凝聚 会更有很大的帮助 对 因为没有国军就没有大家 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 所以国军如何来当我们人民的后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国防事务很专业 但是国防事务也很平民化 我们有很多的 不管是寒假 暑假都有很多战斗艺 他们也透过全民国防教育 不管是在学校 在军中 在社会都有这样的一个推广 所以在这种道理下 那么乌佩佳永平兄 怎么样来思考 我们怎么样来强化我们 这方面的一个全民国防教育的任务 民众对国军有很高的期许 当然国军在表现上面就必须要满足到全民 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期许跟期待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透过任务的赋予 平常强度的训练 其实无非就是希望在平时能够做到 这个满足防护救灾 让国人有安全的心理 那在发生变时或战时的时候 我们能够应应当前的状况 来第一时间消弭这样子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想教育的主要目的是 让全民能够透过一个平台 透过一个讯息的传递 获得彼此之间的一个信任 乃至于信心的建立 我想这也就是新房建立的初始 收到 收到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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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家在农历年前再次强调 国家安全不能寄托在敌人的善意行为当中 所以国军的存在 是确保国家社会及国家安全坚实的一个力量 农历年期间 国军官士兵弟兄们辛苦了 因为我们努力的付出 才能够确保国人在平安安全的环境过程当中 度过一个农历年 也祝福大家诸事顺利 好 谢谢永泉 因为国军国防是国家安全最大的保证 也是国家主席的象征 我想我非常荣幸在我的年轻岁月里面 曾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在国王部里面服务 所以我也非常感佩现在投身军旅的人 包含曾经在这里面服务的人 包含现在还在服务的人 也包含到未来他想要为国军 为国家来做事的这些人 请大家给他们该有的尊严 因为他们唯有能够在他的工作上面觉得骄傲 他们有那样的一个荣誉感 他才愿意 而且愿意地在那个工作上 岗位上面付出他们能够付出的 他们真的必须承担很多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边我也希望用这样一个机会 告诉大家讲说 其实真的全民国防 它不会是一个口号 其实我们都已经身处在其中 只是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去面对而已 这几款都很适合你 都很漂亮 好难决定哦 让我永远守护你 嗯 地震 但是我们本身一节呢 是你 比如这ий incorrectly 你想啊 听着说 阿姨 阿姨 豆 咋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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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咩 ré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